青蛙挠了挠自己的头 它是个很容易满足的青蛙 所以有个小池塘就足够了 但是谁能挡得住一整条江的诱惑 于是思考了一番 再加上张义极力邀请之下 他点头同意了跟张义一块回去 张义是打算把这个抓虫高手留下来 这样一来 将来天海市再发生什么病虫灾害 也方便处理 更何况他觉得青蛙的潜力很不错 以后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商量了一番之后 张义便带着他们回到了他的庇护所 这是高天吴等人第一次到张义的庇护所 整个华须国都是最豪华的住所之一了 哪怕是江南大区最高统帅朱正 他在暴雪城的房子也不过是这种水准 巨大华丽的别墅 四季如春的宫暖条件 踏入那扇厚重的合金门的时候 高天吴兄弟几人与青蛙都傻了眼 那种突然席卷全身的温暖 甚至有些炎热的感觉 对他们而言太过陌生了 张义给他们准备了换洗的衣服 不过还是让他们先换上病号服 接受周可尔的治疗 毕竟和那种肮脏的蟑螂战斗 他们的身上不可避免地 感染了许多种可怕的病毒 但是这些对于如今的周可尔来说 都只是小问题而已 药物充足 再加上他医生的能力与丰富的医疗经验 很快就帮他们包扎完毕 然后注射了药物 这舒适的环境 坚定了高天吴等人跟随张义的决心 张义看得出来他们内心的想法 便对他们说道 如今我手下还有三个基地 内部的环境虽然比不上这里 但也适宜生存 我接下来会把你们送到一个基地当中去 你们要靠自己的双手 争取更高的地位 现在是末世 没有那么多复杂关系 即便你不是谁的亲戚 孩子 只要你足够有能力 你都能够爬上去 美好的物质生活 名誉 地位 女人 这一切 只要你们足够强 都唾手可得 几个人被张义说得一阵心潮澎湃 这些东西 在那个小小的村子里面 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 机会我给你们了 接下来看你们自己能不能做好 张义仍然给了他们一些物资 但给的不是太多 倒不是因为他吝啬 而是如果这些人身上 带着太多东西 去招雨基地 出来乍到的 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反正去了潮雨基地 他们以后衣食无忧 这个机会 可比再多的物资 都要有价值 张义和高天无几人聊天的时候 青蛙则是和家里面的花花 与大龙猫打成了一片 这头青蛙 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 简单来说 就是射牛 无论跟谁都能处得来 花花懒洋洋的 他在壁炉前面的猫窝里睡觉 他都能在旁边 巴拉巴拉说上半天 不过 当他得知 大龙猫竟然会吹揍笛子的时候 他的大眼睛 顿时绽放出无比明亮的光芒 哇哦 你也是人类变异的吗 大龙猫一脸呆滞 显然听不懂青蛙的话语 被张义捡回来之后 周克尔他们对大龙猫 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研究 都没有弄明白 它到底是什么物种 无法确定这一点 甚至也没有办法 针对性地研发出动物翻译机 不过大家火也不着急 大龙猫的性格非常温顺 虽然拥有较高的异能指数 但似乎不擅长战斗 将他留在家里当宠物 也能够丰富一下庇护所的气氛 青蛙围着大龙猫 左看看 又瞧瞧 忽然 他从自己肚皮的褶皱下面 抽出一根树笛 当场吹奏了起来 大龙猫默默地听着 不久之后 竟然心有灵犀一板 掏出了他那把心爱的骨头 打磨成的笛子 放在嘴边跟着和鸣 这合奏 引起了整个庇护所里 所有人的注意 大家都特别好奇的 来到客厅看热闹 青蛙举起树笛 在地板上 巴达巴达蹦跳着 大龙猫安安静静 闭上眼睛吹奏曲子 这样的一幕 格外的和谐 张义挪了挪嘴 点头道 想不到我家里 竟然还有音乐家 这么说 其实不够严谨 因为杨欣欣与周可 杨思雅 周海美他们都懂乐器 不过唱歌这方面的话 就有些差强人意了 杨思雅倒是有一首代表作 可没有调音师的话 根本没法听 异曲吹奏完毕 青蛙的眼睛里 满是激动 咕咕 你吹奏的可真棒 大龙猫张了张嘴 发出类似小鹿一般的声音 杨欣欣走到张义旁边 对她说道 大龙猫会吹奏乐曲 可能也是变异的人类 让她和这只大青蛙 多相处一下 或许能够激发她的记忆 张义点了点头 有道理 反正就算没用 听听他们 吹奏也不错 咱们这里也算有乐队了 杨欣欣扑斥一笑 而且还是动物乐队 张义留着高天舞等人 在房间里 又摆了一张圆桌 一起美美地吃了一顿饭 下午的时候 张义让鲁大海派车过来 接高天舞等人到朝雨基地 他叮嘱了鲁大海几句 告诉他 这些都是人才 要好好利用他们的才能 鲁大海自己也是 被张义提拔起来的 张义亲自发话了 他当然满口答应 对了 最近海岸线那边 有什么异常的动向呢 张义随口问道 鲁大海文言 有黑的脸上 出现了一抹犹豫的神色 嗯 怎么了 张义看出了他的迟疑 笑问道 鲁大海赶忙道 哦 张先生 是这样的 最近 我们出海捕鱼的渔船 有两艘出海之后 没有回来 张义挑了挑眉 是大船吗 鲁大海摇了摇头 不 最近由于在戒备虫栽 不敢大规模出海捕鱼 所以只是一些小船 在近海区域 捕捞一些鱼虾 供应日常食用 张义深吸了一口气 我知道了 这种时候 出海捕鱼 总是有风险的 你们一切照就行动就是了 鲁大海点头硬下 然后就带着高天武艺行人 往潮雨基地去了 张义和杨欣欣 来到关押虫师的地方 这个家伙的实力 并没有多强 顶天了 也只有德尔塔级别 按照能力的破坏力来看 大概也就在六千到七千点 但是他个人的战力 几乎全无 不过在他背后 站着的那个家伙 实力可能已经有 伊普希龙的水准了 张义淡淡地说道 判断的标准非常简单 对方既然敢对天海市出手 一定拥有相当的实力 否则的话 别说张义了 连张义身边的人都打不过 可对方仍然有所忌惮 就说明 他的实力还没有达到 能够横扫一切的程度 但凡对方的实力 能够达到玄武的水准 怕是都要冲到天海市来 疯狂破坏了 看着一脸痴迷地 望着杨欣欣的虫尸 张义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虽然这个家伙 已经抓到了 但是要如何让幕后的 那个人现身呢 那个家伙 如果不干掉的话 可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杨欣欣的嘴角 露出一抹微笑 哥哥 这个问题 就交给欣欣解决好了 他有些厌恶地看着虫尸 我的力量提升之后 对于他人的控制力 更强了 像这种级别的艺人 我的控制力 可以保持在24个小时 完全可以利用他 来给对方输送假情报 让他出手 张义好奇地看向杨欣欣 比如说呢 对方既然知道 我在 轻易不可能出手的吧 他无奈地说道 即便我假装离开天海市 但是我的能力 本就是空间 无论多远的地方 都能够迅速回到天海市 杨欣欣的眼睛里 亮起了一抹脚侠的弧度 既然空间上面 没有办法给对方留下漏洞 那么就从内心布局吧 张义眨了眨眼睛 这又是什么说法 杨欣欣言道 就说可儿姐姐怀胎九月 马上就要生了 张义 噗 他瞪大了眼睛 这也行 杨欣欣看着他平静地说道 试想一下 如果你的女人 现在正在家里生孩子 你还有心思去战斗吗 对方是个狡猾的家伙 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张义点了点头 仔细想一想 杨欣欣说的这个计划 确实不错 你的意思是 让他回去 将这个消息 告诉幕后黑手 但是他会相信吗 杨欣欣的脸上 流露出一抹冷淡的表情 死见也就好了 我让这个废物 说完情报之后 马上就死掉 幕后黑手 或许会怀疑手下的忠诚 但他一定想不到 他的手下 会为了他的敌人 用生命去传递假情报 张义深以为然 这样的话就合理了 别说是那个人了 就算是我 恐怕都很难 怀疑到这个份上 杨欣欣低声说道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把那个人给引出来 哥哥你能够杀死他吗 这一次 轮到张义的脸上 露出自信的笑容了 只要准备的足够充足 这天还是 别说那个人来了 就算是玄武和卡蒂莱斯来了 我也能杀死他们 在顶尖的艺人 也只是变强大的人类而已 那么他们就一定会有漏洞 张义从不打无准备的仗 天时地利人和 这三个条件 只要满足 再强大的对手 都有可能被他击败 杨欣欣微笑着点了点头 那好 我们就这么安排吧 张义沉吟了半上 说道 半个月的时间 我们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来做准备 就让他先活着 然后继续制造变异蟑螂 假装无事发生 半个月之后 我会准备好一切 然后等着他上钩 张义的眼睛里面 闪过一抹灵力的光芒 想要动他的大本营 那就是触犯了 他最无法容忍的逆龄 那个家伙 必须得死 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里 天海市没有什么新闻 虫师已经被彻底控制住了 杨欣欣命令他 继续制造蟑螂大军 给三大基地造成影响 而爱玉之间的能力 快要消失的时候 周可儿给他注射了药物 让他陷入沉睡当中 至于张义 则是开始了他的工作 第一件事 就是吸收了丧魂的本源之后 必须将这股力量 转化成自己的 适应新的力量 将其运用自如 第二件事 则是他在某一天晚上 利用空间穿梭 悄悄来到了暴雪城 夜色已深 夜压小队的队长 金卫 慕炎只穿着一身黑色的睡衣 已经入眠 这位平日里冷漠的三无队长 房间里 却是一片粉色系的装饰 公主的吊床 以及各种洋娃娃 布满了房间当中 似乎只有通过这种方式 他才能够得到一丝 早已失去的温馨 末世之后 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家人 朋友 也在游荡的过程当中 换了一茶又一茶 如今的他 见惯了人性的丑恶 早已经封闭内心 不再相信任何人 忽然之间 他的卧室床前 一道无形的次元之门开启 大 很轻的一个声音 那是鞋子踩在木地板上的响动 慕炎的眼睛 一瞬间睁开来 他的双眼 是无神的冰蓝色 他是个瞎子 原本什么都无法看见 却因此而觉醒了特殊的异能 能够感知到周围的一切 正是因为这个能力 和他另外一个能力 迎武者 才让他成为朱正的暗影 侦察部队 夜压小队的队长 腾 慕炎翻身起 手肘直奔张义的面门来 细薄的月光 透过窗户 映照在房间当中 只穿着黑色蕾丝睡衣的他 洁白的小腿 散发着盈盈的光辉 是我 张义淡淡地开口说道 慕炎的身形 顿时在半空中一顿 然后迅速收回自己的攻击 却因为这个动作 而跌落床上 张义没有开灯 这个时候 万家灯火都熄灭了 如果突然开灯的话 反而容易被人发现 他抱着胳膊 在一张椅子上坐下 慕炎顺手从桌子上 拿起一条黑色的丝带 遮住自己的眼睛 混沌队长 叫我张义就好了 现在不是工作时间 好的 张代号 张义做了个深呼吸 皮下很开心是吗 慕炎的嘴角 若有若无地 勾起一抹微笑 似是有些得意 张义摸了摸鼻子 果然 女人都是一个样子 很记仇